大家好,我是肖肖,我是中国河南人,我非常喜欢毛茸茸的动物,毛茸茸的,我觉得它们非常可爱,你们喜欢毛茸茸的动物吗? 比如,浣熊,熊猫,还有一种动物,它们外形也是毛茸茸的,它的名字叫黄鼠狼,你们知道黄鼠狼是什么动物吗? 它的外形有点像可爱版的老鼠,不过它们的毛发是黄色的,它们的身体更长,脖子也更长,它们的耳朵更尖,所以黄鼠狼整体看上去比老鼠要大一些, 但是,它们不是同一种动物,有时候,黄鼠狼会把老鼠当作自己的食物,在中国的文化里,对黄鼠狼和老鼠的评价都不太好, 因为黄鼠狼会在晚上偷偷跑到人的院子里,把人养的鸡给偷偷吃掉, 你想,如果有一只动物天天跑到你的院子里,把你自己家养的鸡给偷偷吃掉,你还会觉得它可爱吗?你还会喜欢它吗? 但是呢,在中国东北地区,人们觉得黄鼠狼不是普通的动物,黄鼠狼被神化了, 它们觉得黄鼠狼有可能会变成黄鼠狼精,如果你对它们不好,它们可能会报复你, 如果你对它们很好,它们就会回报你,这里呢,有一个传说,在1997年,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个猎人,叫老李,老李家里非常贫困, 每天靠打猎,赚钱来生活,有一天,老李上山去寻找猎物,走着走着,天就黑了,这个时候,在下山已经来不及了,老李决定在山上休息一晚, 第二天早上再回家,老李在山上找了一个山洞,准备在洞里休息一晚, 当时天气很冷,老李收集了一些柴火,准备在山洞里点火取暖,突然,老李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影子, 这把老李吓了一跳,一开始,老李以为山洞里有其他的人,于是决定转过头去打个招呼,你好, 但是,这一转身可把老李给吓坏了,原来,老李的身后不是人,而是一只黄鼠狼, 这只黄鼠狼,非常奇怪,不仅像人一样站着,并且头顶上还盖了一片树叶, 远远看去,就像戴了一顶帽子,老李心里想着,一只黄鼠狼而已, 他打死的黄鼠狼可多了,不过,像这种不害怕人的黄鼠狼,还是第一次见, 突然,黄鼠狼张口说话了, 你看我像个人吗? 黄鼠狼居然开口说话了, 这一说话,可把老张吓得不轻, 他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会说话的黄鼠狼, 他吓得说不出话了, 黄鼠狼见他不回答, 又往前走了几步, 继续问他, 你看我像个人吗? 老李在害怕中想起了村里面的老人曾经对自己说过, 黄鼠狼是非常容易成金的动物, 但是黄鼠狼在成金之前就会问一个人, 你看我像个人吗? 如果他得到的回答是, 你像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黄鼠狼就可以变成人, 如果人类的回答是, 不, 你不像个人, 那么黄鼠狼就不能变成人, 但是你要好好回答他的问题, 不然黄鼠狼就会报复你。 老李还在思考着, 黄鼠狼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黄鼠狼继续问, 你看我像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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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被打断了思考, 急忙说, 像你像个人, 你和人长得一模一样。 话说完, 老李就晕了过去。 等到老李再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于是老李赶紧下山, 回到村庄里。 一个月过去之后, 老李的家中渐渐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老李有两个孩子, 他的大儿子之前身染重病, 身体非常不好, 他的小女儿身体也不好。 但是后来, 他们的身体都渐渐变好了。 村子里的人都说, 这是黄鼠狼给老李的回报。 这就是黄鼠狼曾经的故事。 在你们的国家, 有什么动物曾经的故事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拜拜! 你想看更多的视频吗? 那你快去我的网站, 叫www.lazychinese.com 在那里, 我做了更多的视频, 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 在零基础的视频里, 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 很短的小故事, 然后我也会告诉你汉字的故事,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个汉字的故事。 在中低级的视频里, 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可能是我吃东西的, 可能是旅游的故事, 可能是成语故事, 可能是中国经典的故事。 对,我做了各种各样的视频。 好,然后呢, 在终极的视频里, 我做了很多我自己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个人的故事, 可能你会喜欢我中级的视频, 然后在中高级的视频, 我做了很多社会话题相关的故事。 对,我以后会做更多的视频。 我也会邀请更多的中文老师 来做不一样的视频。 嗯,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 好,如果你要和我上课, 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 找到BookLessons, 然后我有一对一, 然后也有小班课。 嗯,你可以看看 你喜欢哪一种课, 欢迎你和我来上课。 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视频, 在我的视频下面 有免费的文本。 对,你点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英文的意思, 还有拼音。 好,所以希望你 赶快去我的网站看一下。 谢谢。